好 我们自己先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天 是在你的恩典 在你的怜悯的里头 做成的 我们 求告你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 求告圣灵主动的对我们众人说话 让我们承认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是多么的美善 多么的蒙福 也愿意我们的心专心仰望你 让你的名被我们的意念高举 成全满足你的心意 这是我们对主的祷告 求你祝福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手上的十歌本地 五百一十三首 耶稣 我的主 耶稣 耶稣 教祖基督 哈培林军 今儿来管理我好心 言识我的祖 言识 言识我的祖 教祖基督 哈培林军 今儿来管理我好心 言识我的祖 由于到这个椰子 它的这一个 发生的地方在你的鼻翼的就是两个 鼻子的洞的隔壁 平行的地方这个椰子是要非常漂亮的 有一些的亮度 来 再来一次 请 音识 言识我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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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站着来唱第五百一十一首 《按他时候》 作词曲 李慧琴 作曲 李慧琴 作曲 李慧琴 他做事 有定事 安踏事后冷藏就美好事 祝求你每日子时 教我明白的心事 我愿真心理之意 等候你 你作诗 有定诗 安踏事后冷藏就美好事 祝我献身心给你 我口称送赞美你 我愿令你心满意等候你 先多唱两遍 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这两首诗歌三首诗歌 在我们做这些预备或者在自己做这些所谓消化这些诗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的一些特质 你需要在熟悉的这个歌之后 你才会去享受这些诗歌 而且在延伸出来的意思上 你才能够去把握的文档 所以你要留意听诗歌 花时间 然后试着跟着它一起来唱 你再来试一次情 他作诗 有定时 按他时候认真就美好时 祝求你每日子时 教我明白的心事 我愿真心你自己等候你 你做事有定时 按你时候认真就美好时 祝我心生心给你 我口称送赞美你 我愿令你心满意等候你 好我们再来看509首主求你听你儿旅祷告 祝求你听你儿旅祷 祝求你听你儿旅祷告 祝求你听你儿旅祷告 好想念给我们同在 祝求你听你儿旅祷告 此难日 此昂怀 此然爱 好 我们再来看 97首 神真美好 这是一首小孩子的歌 也应该是我们一个非常容易 做个人灵修安静的一首的诗歌 神真美好 请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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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正好 他看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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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常看过我 我愿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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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负他自已 他真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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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是爱我 那诗歌都是把这些短歌 尽量地能够背下来 God is so good 再来一次好吗 请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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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 神真美好 他对我 神真美好 他对我 神真美好 我愿身负,我愿身负,我愿身负,身负他旨意。 他真爱我,他真爱我,他真是爱我。 好,请你再站一下子,我们来唱第九首。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第九首,请。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铺天下的人都应当赎金。 当赎金,当赎金,在祖前当赎金。 再一次,请。 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在祂的圣殿中, 上主在圣殿中, 好 我请你坐下来 你可以留一个笔记本 然后我们试着把刚刚所唱的这几首诗歌 做一个组合 做一个所谓一点点的分析 或者更多一点的明白 如果你这些诗歌都有一点熟悉的话 你会发现这几首的诗歌 耶稣我的主按他时候 主求你垂听你儿女的祷告 然后97首神真美好 然后上主在他的圣殿中 第九首 你会发现这几首的诗歌 基本上在开头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在进入这个诗歌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个人性 就是我的歌 就是我自己 我在唱给自己听 我在唱给神听 它是一个默想 一个安静 那在这一些的框架的里面 我们实际上这个歌是可以去突破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就是开头的时候 这个诗歌是给我自己的 是唱给自己听的 唱给众人听的 是变成一个突破 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个个人性在我的身上发表 这就很简单的 这就很简单的 就是重复不断的练习 重复不断的练习 让这个练习成为 它变成是一个所谓 你在你的歌你在你的时间的移动的当中 这个歌一直会很主动的就跑出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 我常常会是这样 这些诗歌就没有道理的 就在我身上的这个音乐的乐感就流露出来 当我自己有了这一个认知之后 这个歌消化了之后 这个认知就是消化 如果我跟主位讲说 在圣经里头我们说我们认识神 在圣经里头的一个观念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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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解释的一个观念 就是同仿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 一个圣经里头原来的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诗歌 你要认知这个诗歌 你需要去沉浸在这个诗歌的当中 那基本上这一些的诗歌都是安静的 那在这个纷扰的世界的当中 安静是非常重要的 有两种的方式能够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安静的实体性 一个就是你可以接受这些诗歌 是外来的 变成我的诗歌 让我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平顺平安 那如果这个歌可以种在我的身上 发芽生长 我就要把这个歌变成是我主动的一个平安的一个动能 我再说一次 这个歌种在我的身上 留在我的身上之后 它会变成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主动的一个 发芽生长的一个成熟 它是可以累住在我的身上 然后被发表出来 所以开始的时候是外接的 然后后来可以在我的里面 借着那一位活着的圣灵 在这个诗歌的陈述的当中 来继续的表达我在安静的当中 所以这个样子的一些的体会 就会帮助我们明白 来你可不可能去突破这个状况 我刚刚说过这个突破乃是你可不可以加入更多的人在这个诗歌的里面一起来像谈气像教会的敬拜 等等等等 或者你的家人的一些的聚集 当你在唱的时候 他们说我也要加入 因为在你的歌声的当中有位格 有针对性 那个声音的乐感 那个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课题 但是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才会发生的 就好像小孩子要学会用筷子吗 要正确的用筷子吗 你必须要学会 你必须要会一直不断的练习 一直不断的练习 好当这一些的诗歌陈述在我们面前 现在我们重复的 我们再从513首耶稣我的主 然后我再说按他时候 然后我再说求你听你耳里祷告 我们就一手一手的再回去 你要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在这个环境的当中 来习惯沉淀 请 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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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你 明君 今儿来管你我心 耶稣我的祖 耶稣 耶稣 我的祖 教主基督和平均 今儿来管你我心 耶稣 我的祖 511首《爱他时候》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他做事 有定事 按他事後認真就美好事 初秋的每日子時 叫我明白的心事 我願真心理智慧等候你 你做事 有定事 按理事後認真就美好事 祝我先生信給你 我口稱送讚美你 我願令你心滿意等候你 五百零九首主求你聽你兒裡禱告 祝你聽你兒禱告 祝神明的我們同在 祝你聽你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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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日天日 二日 討好 此難日 此安懷 此人安 我們來看第九十七首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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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對我真好 祂看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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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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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祂之一 祂真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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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看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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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你坐下来 喘一口气 我们也唱了三十分钟的诗歌了 感谢主 希望你的喉咙没有痛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第509首这首诗歌 509首诗叫做主 求你垂听你耳里的祷告 我们学过圣经里头 主教我们的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些诗歌我们都有学习过 也有圣经的教导 但是你看这一首的诗歌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陈述 第二行的地方说 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灵同在 它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实际上是L-O-V-E 或者是Agape的Love 或者是这个圣洁的爱 这个实际上在歌词里面 这个仁爱的爱只是放在第一个 但是他为什么要把它移到后面来 因为是母婴押韵的爱 只是一个复合婴 所以他把它放到后面 没有什么差异的 所以爱恩惠能力 恩惠是我不配得的 我不应该得着的 是一个恩典 能力是一个面对环境的一个动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诗歌的祷告 好像在我们所平常认知的主啊 我的祷告 求你拿去这个环境的困难 挪去这些难处 我的病要得到医治 我的孩子的身体不舒服 我的工作 家庭 婚姻 一大堆 那这首诗歌呢 他提到的是 人力 恩惠 仁爱 我在这个诗歌的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学习 家里头在两年前 2021年得到每次的大风雪 所以 我们人在国外 然后 家里头的楼下 整个都淹 那孩子们过来帮忙 那就找了一个contractor 那个contractor说 啊 你家淹这么坏 要不要我再多拿一些家具到你家里头来 然后要叫他们保险公司陪你 我儿子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 他就把那个contractor给辞退了 没有再用它 我可以告诉诸位 如果你今天在我们的本质里面 我应该说是我的本质的理念 基本上是没有良善的 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 同工们也可以把这个十节 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十七节 我请大家只看最后的这一行 最后的一行十七行 第十七节说 不可贪恋人的仿物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扑碑 流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上面都是不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在这十节的当中 我个人 我个人最大的挑战就是第十节 不是我的东西 但是我是贪的 我有贪恋 我有贪图享受 有许多 不是我的 但是我想把它弄做过来 因而这一个 所谓的试炼 或者说这个试探 因为试炼是从神来的 试探是从魔鬼来 有很多的时候 这个当中的这一个试炼跟试探 只隔着这一条线 看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要站在魔鬼那一边 那就变成是试探 你站在神这一边就变成是试炼 当这个房子要修理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主委说要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很麻烦的 真的很麻烦 我们把那个承包的修理房子已经辞退了 我们又慢慢的在找 但是我从这些诗歌的当中 我发现说我的祷告不应该在于陈述说 主啊让这个房子赶快的修好 我们能够住的很舒服的 这些都是好的 没有什么争议的地方 但是我说主啊 这个诗歌的祷告教我要有人爱 要有能力 这个能力可能是抵抗我 这一个第十七节的地方 抵抗不可贪念 不可贪贪贪 我要有这个能力来抵抵抵抵抗 这是你给我们的恩惠 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今天的生命还存活着 房子坏了 但是我的命还在这里 让我继续跟你有一个活着的关系 然后记得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JOY JOY 耶稣第一 Jay Others Second Yourself 你自己放到最后 我的祷告 我的祷告就是为保险公司的人祷告 为保险公司的人祷告 让我不要生气 付钱很慢 有很多的条规他们要遵行 常常我会失去耐心 主啊帮助我 给我有耐心 有这个能力去抵挡我没有耐心的缺乏 我会发现 你回到了五百一十九首 我们把那首诗歌再打出来 如果你看到这些的诗歌 它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你会发现说第四行的地方 把能力赐给我 把恩惠赐给我 把你的爱赐给我 让我能够宽容别人 不要生气 不要有很多的怨言 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呢 就是第二行 求圣灵与我同在 与我们同在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诗歌 在我们一般的诗歌的里面 这么短又这么精炼 又把最多的本质上 让神的本质放在这个诗歌的当中 然后盼望我们这个祷告的人也有神的本质 留意这个本质这个字 本质在神的身上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必须是圣洁的 我们的祷告才蒙垂听 我再说一次 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也必须是圣洁的 当这个圣洁的本质交汇在一起 他会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是圣洁的吗 所以会不会需要有认罪的这个过程呢 然后就会明白我犯了什么罪 求圣灵光照 求圣灵引领 求圣灵成全 我想这就是我可以告诉诸位 你能够明白这些诗歌 在他的短短的歌词的当中 带出非常深刻 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的当中 我们仍然带着盼望喜乐 神的爱 抵挡这一些试炼 试探所给我的可能会失败的 然后明白 这些都不是我配得的 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的人可能就比较潇洒 洒脱了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 因为一切都在基督里 不是在我的手里 所以你明白这些诗歌对我们的帮助 你就会沉浸在这个诗歌的当中 去欣赏 去模仿 去模拟 然后变成你自己的诗歌 求告天父自己来成全这位作者 所写出来的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那位圣灵今天继续对我们众人说话 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 对这环境有不同的反应 求告圣灵让我们的本质是在圣洁的当中 与主的本质圣洁是相同的 以致我们的祷告 蒙里的垂听 蒙里的悦纳 讨你的欢喜 我们这样的感恩仰望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请你继续坐着 我们来看一下 先是请大家听一下九十九首这首诗歌 九十九首这首诗歌呢 是叫做圣灵光芒是一首新的歌 你就多听我再说一次 不要怕新歌也不要急着唱 就是听你先听一遍好吗 九十九首请 九十九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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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将我醉意赦免 终家带我犯罪财 我如走歌手道尽海 遥如遥路收藏伤 绝望伤心望主拯救 我主藏听罪人求 天尘主门为我打开 我可以贪然敬爱 名字将我醉意赦免 终家带我犯罪财 主爱何等奇妙为他 我追随多出赦免 我愿尘生他到永远 主宝学又赦罪圈 天尘主门为我打开 我可以贪然敬爱 天尘主将我醉意赦免 从家带我换罪财 从家带我换罪财 日落黄昏今生将尽 我愿尽 我愿等主请相迎 借主耶稣所留宝雪 我得安然进天门 天尘主带 天尘主带我换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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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听到了九十九首 圣灵光芒 跟五十五首天尘主门为我开 你会发现这跟前面所唱的诗歌 好像又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的 陈述 这个可能带出一个更宏观的一种的 大气的一种的表达 来诉说神的属性 那这两类的诗歌 或者说不应该只有这两类 应该有很多不同的 区隔的这些的诗歌 你都要放在你的资料库的里面 像五十五首天尘主门为我开 在第六行在这个歌词的这个界面上 或者是第二节的开头 我如初歌受到惊骇 又如右路受创伤 好像是在讲到个人的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歌 他的这个曲调的陈述 或者说风琴的伴奏所带出来的 那种的宏观 他可能是站在一个大型的聚会的里面 你站在众人的面前来陈述神的恩典 陈述最和我们之间需要有一个极大的锻炼 让神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的一种宣告 因而我要跟诸位说的意思就是 你需要去把这一类的诗歌都尽量的去学会 那怎么样能够去做这一个安排 还是先从听开始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耳朵都是好的 所以你听得准 你就可以去唱得准 然后你慢慢的去找到这个音色 这个音色有一个位格 他会帮助你能够在不同的歌的当中 去陈述你的音色是如何的去开展他 有的时候比较粗犷 有的时候比较悲哀或者是比较低沉 胸腔的声音比较多 或者有的时候是头腔口腔的上身的声音比较多 会带出他来的一些的亮度 这些都是需要去不断的练习 那我跟诸位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提到了你在这个当中 我盼望你在做这个上课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神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宝山的里面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去到宝山空手而归 但圣经不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圣经说我给你一千两我给你两千两三千两五千两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恩典的祝福在身上的 当你拿到了这一些的祝福恩典之后 你需要去如何的使用它 然后让这一个恩典祝福先在你的身上被发表 被发现被成全 然后看能不能够去扩张到周围的环境 其他人的身上 因而这一个观念必须是我不能够去到宝山 然后我空手而归 很多教会里头的同工你我都明白的 他说我去过了那个没什么这个没什么 那你来说一遍好吗 你来成重复的做一遍吗 他又做不来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边一千两就放在那里闲置了 这是神不喜悦的 他要我们来试 你听到很多的诗歌是神的重价买来的 我是重价 他付了很大的价钱去帮我得到这个救恩 因而这一个的付出是必然的 如果你不能够明白这个 你就轻忽了福音救恩的本质 因为我们是被神无价的自己的生命 抛出去的宝血买书回来的 那是无价的 所以我们得到救恩是无价的 但是要跟着救恩继续往前行 那神已经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 你上这个课 你需要去预备好带笔记本带圣经 我跟诸位说过 这是圣诗 教会的圣诗 这个是圣经 希望你们都看得到 他是一体的两面 有神的启示的圣经 就有人回应神的启示的圣诗 神主动的启示 人主动的回应 你有这个观念 你需要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几位同工是这样做的 他就带着笔记本来 把这些经文记下来 把自己的心得再回去下课之后 回去复习他 想着说这些诗歌 圣灵曾经在诸位的 在这个作者的身上所陈述的 你要求神 让那位圣灵 继续的在我们的身上 发表他的作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要不然 你就是一千两 然后闲置在那 神不是这样的 那一个重价买来的成本 我们今天得到救恩之后 我再说一次 我们得到救恩之后 我们也要学习神的同样的付出 让这一千两会变成半倍 半倍 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面的歌名的歌单 打在放在的第一页的地方 那么多的诗歌 如果我们回去看到 我们今天接触的那么多的诗歌 你有很多的诗歌 是可以在你的 个人性上面去琢磨琢磨琢磨 然后就能够把这些诗歌本 耶稣我的主按他时候 这都是我个人性的 但是你的个人慢慢在神的灵里头 有一些的深根建造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歌 变成是一个聚会性的一个宣扬 一个宣告 这一个宣扬宣告 是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 伟大的君王的面前 也站在众人的面前 来陈述我们对他的一种的赞叹 所以这一类的诗歌 五十五首九十九首 你就会发现 他会有更大的一个 大气的一种的陈述 那第九首呢 上主在他的圣殿中 我们全地的人都应当静默 来是对神的一种的 尽全的尊敬 让他说话 给他这个位格 让他来陈述 我们在长长的这一个 生活的观念的里面 我们的嘴巴是不停的 心里头的动念是不停的 但是我们很少有安静的时间 我刚刚讲过这个安静的 一切的观念是什么 让这些诗歌的圣灵 沉淀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让这个灵带出来 跟神有同样的本质的 一种的肃静 一种的安静 那你就可以让神 讲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而不是我们单向的 一直在跟神说 要这个要这个 然后资讯每天看网 从来都不听过的 这一类的 圣灵的帮助启示 就可以 我们再回到了前面 刚刚这一页的那么多的诗歌 你把这些的诗歌 放在这一个你的资料库的里面 一手一手的抓住他 一手一手的 能够强调这一个诗歌 在圣灵的引领的里面的一些的重要性 所以前几天 前两个礼拜我们已经唱过48首 跟73首 48首 七十三首 今天当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听一下 六十八首 我为他活 这也是一个比较个人性的 也可能是一个群体性 六十八首 我为他活 如果你会唱 你就跟着唱 如果你要听 尽量的听 来 我们把这首诗歌 放在主委的面前 请 我将身心奉献给你 神的高养成为我使 我愿向你 中心到底 我救助我的神 他为我使 我为他活 生命充满无限行的 他为我使 我为他活 我救助我的神 他为我使 我仅相信 你接了我 引力收拾我的存活 我愿一生 考虑好活 我救助我的神 他为我使 我为他活 生命充满无限喜乐 他为我使 我为他活 我救助我的神 我救助我的神 在独楼地 你为我使 救我灵魂 从罪的使 我尽愿意 奉献自己 我救助我的神 他为我使 他为我使 我为他活 他为我使 我为他活 我救助我的神 也为我为你 我救你 5月 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好吗 习惯这样的一个场景 花时间 记得 当你的孩子你送出去 学乐器 学各式各样的上课 他回家不练习 他没有办法的 那不过就是下一次上课重复 一千两还是放在那里 所以对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推动力 因为这个推动力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我爱他的缘故 我要回应他 像这个诗歌说的 我愿向你忠心到底 我救助我的生命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停在这里 记得 要把工具准备好 带着你的圣经 如果你要 没有诗歌本 没有关系 你就下载 变成你的资料库 然后带一个笔记本 你要带着录音机上课 或者以后你要重复的去听 都好的 工具要对 心态要对 一千两就会慢慢的扩张 我没有说警告的话 因为警告来是 那个比喻 耶稣说过的 他对那个一千两人的回应 你回去自己看圣经 我们盼望我们不是在那一个范畴里面的人 因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 然后我们听过这个 我们就有责任